這個往環島來做鐵路 環島的高鐵鐵路這樣的一個夢想 在持續往前進,對不對? 這個環島高鐵是過去交通部的一個施政願景 這個部分我們是支持 你們一直有在做可行性評估 一直有在做相關的研究規劃嗎? 我們為了促成這件事情 從現有的北部的從台北 我們現在正在做宜蘭的案子的綜合規劃 那另外從左營部分要延伸到屏東 我們也在做綜合規劃 同時這兩個做綜合規劃的時候 在兩個端點我們都保持未來延伸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立場是逐步逐步這樣走 逐步在推動 台灣的所有的重大的交通建設 應該都是由交通部來做規劃、評估 是,現行的狀況 我請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我們國家公共建設的主要的流程 我剛問到了在初期的階段可行性評估 接下來綜合規劃 基本設計、細部設計、施工、發包 一直到完工驗收 所有的這一些包括前期的可行性評估跟重規 這個都是在交通部的職權嘛 對不對 重大的交通建設應該是這樣 是 可是這個特別條例啊 比較特殊的是 這個特別條例的主管機關變成了國發會 所以今天在經濟委員會來主審環島高鐵特別條例 我一直覺得很納悶 這不是交通部的事情嗎 怎麼會是在經濟委員會來主審重大的交通建設 原來是提案人副委員在提案的時候就講主管機關是國發會 請問國發會對於交通建設的可行性評估跟交通建設的規劃 對交通建設的了解會比交通部深嗎 看起來應該是不會嘛 對不對 是 所以 這個條例的提出有一點奇怪 接下來我要再更進一步請教 這個條例的第五條講說 這個國發會啊 應該要有以下的這些綜合建設方案 然後呢完成了期限不遇十年違憲 換一句白話就是說 你們的這一些可行性評估一直到施工發包到完工驗收 十年之內要完成 那底下呢還會包括很多的 要件 我先講十年這件事啊 次長 本席擔任立法委員喔 已經超過二十年 我在齊美地區擔任立法委員現在是第四屆 往第十六年邁進了 我爭取國道十號延伸到六歸 這件事情 搞了十年 好不容易在去年年底施工發包 我只來到施工發包這個階段喔 還沒有到完工驗收這個階段喔 我們就已經花了十年的時間 國道十號延伸到六歸 整個建設 交通部預期最快要四年才能夠完成 所以我的國道十號延伸到整個完成 最少要超過十五年 最少啦 那 這麼重大的環島高速鐵路特別條例 要求要在十年之內完成 您覺得合理嗎 我覺得這個十年包括從可欣縣研究開始到最後完工十年之內 相對於過去的各個計畫執行之一 相對是比較樂觀 而且是可能跟實際上的需求可能有比較大的差距 這個相對的樂觀 你當然講的是比較保守啦 但是我覺得就你們在實際的執行面上來講 真是困難重重啦 比如說我看到他講的這個 方案目標跟實施範圍 第二個可行性評估方案 第三個高速鐵路沿線的建設規劃 這少說也要兩三年嘛 第四個土地徵收取得 喔 這一條很嚴重啊 土地徵收取得 單單你在土地的協調的部分 你就必須花上很多很多的時間 如果土地的主人不同意 那政府是要採取強制徵收嗎 跟王一樣 我就是要做 你到底就是要搞出來 跟王一樣的去徵收 否則你不可能在十年之內完成啊 那整個 這個特別條例 感覺出來 不知道錢在哪裡 也沒有講要多少錢 然後只設了一個實現就是叫你們十年之內完成 而且還不是叫交通部去評估 叫國發會去評估 叫一個不是懂交通的國發會去評估 那我也不太懂 這個條例到底推出來是真的要給他過 真的要做 還是只是胡說八道 那剛剛這個 副總召說環島高速鐵路 這個交通部 王部長說不是夢 希望能夠完成 我們也當然樂觀其成啊 但是 應該是要循序漸進 按照所有的這些規劃流程去進行 這是比較符合常理嘛 可是我不曉得 剛剛我們的韓院長 在影片裡面又加了一段說還要打通中央山脈 我的天啊 打通中央山脈沒有在這個條例裡面耶 所以他說他只提兩個案 那他提的那兩個案沒有包括打通中央山脈耶 那條例沒有包括打通中央山脈 那是不是打通中央山脈也要放進去 要弄一個修正動議把他放進去嗎 那打通中央山脈 這個我看你們的評估可能十年之內都做不到啊 所以 次長我覺得是這樣啦 推動建設大家都願意 我為了推動國道10號延伸 我弄了十幾年 那假如可以這樣子 每一個立法委員都去搞一條 重大建設發展條例 那我也請我的助理開始在寫高雄重大建設發展條例 這個沒有預算 我的預算大概是一兆 我也要懇請 國發會 重大建設發展條例就不是只有交通囉 這整個高雄的所有的經貿發展喔 這個當然我就要懇請國發會來予以大力支持喔 一兆一兆就好了 我都不貪心 給我們高雄過去重北清南 這一次請國發會 能夠比照 這樣的特別條例的運作模式 給高雄一個重大起飛的機會 給我們一兆就好了 好不好 謝謝